健康無分年紀 健康不論貧富 健康資訊 守護大眾 精靈一點 健康未轉場 歡迎大家收看收聽港台電視31 以及香港電台第一台 電視電台通報直播健康自立目精靈一點 5月25日 由方建議和審大院主持的Akina 你好 你好Fill 今天我們首先和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系合作的系列 主題是說衛光 即是怕光 甚麼是怕光呢 剛才我想光本身也是這麼多 如果可能是曬點和沒那麼曬的時候 但突然間 譬如我有時都會怕光 甚麼環境之下 睡得很軟 媽媽睡醒了 突然間以前被媽媽叫醒 甚麼絕招呢 開燈 撐著你 對著就馬上很軟 這樣便會怕光 但這是不是關於同孔的事嗎 應該是的 突然間收縮 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怕光才行 待會我們再說 因為剛才我跟教授說 我自己看到怕光這個名詞或形容詞 平時都會明白他為甚麼 但到想心一層 又不是很明白 中間是有些有趣的事情 待會請教譚教授 好 接著我們到兩點就會回到一台直播室 先有衛生署健康資訊站 說世界無煙日 世界無煙日是甚麼時候呢 5月31號 星期二日 這個世界無煙日當然是鼓勵大家 不要吃煙 要戒煙 先請衛生署的控煙辦 跟我們說一下 關於世界無煙日怎樣控煙 然後也有世界無煙日系列 就會請來林大慶教授為我們講 令事間運動怎樣可以幫助戒煙 令事間運動是甚麼呢 可能大家都聽過 也有機會未聽過 就聽林教授解釋一下 我們先開始跟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合作系列 講的主題是講怕光 請來的嘉賓 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總監 亦都是亞太眼科學會的秘書長 譚志勇教授 譚教授 你好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大家好 剛才提到怕光 好像就知道是甚麼來的 但想心一層 為甚麼會怕光的呢 我們正正常常常 平時都是這樣的光度 理論上應該不會特別改變 我們才能做到一個對比 你如果特意找一支很強的電筒 照著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事 是的 我們先說怕光或是胃光 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當大家看到光線的時候 覺得很不舒服 你會想避開它 有時甚至會捏著眼睛 甚至會流眼水 就是這樣 首先怕光或是胃光 其實不一定是病 其實可以在一些生理性的情況 都可以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如果光線是夠強的 都可以令到你不舒服 但每一個人對光的敏感度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在很輕微的光已經覺得不舒服 但有些人要去到很強的光線 才會覺得不舒服 其實這些都可以是完全正常的情況 但有些甚麼情況會去到不正常呢 就是如果有一些 某一些的眼疾 又或者某一些其實跟眼睛 沒有直接關係的疾病 引致到一個過度的敏感 即換句話說 一個正常光線 比如說室內的環境 小小燈光 它都覺得很不舒服 那就是一個可以病理性的胃光 即是自己的敏感度高了 沒錯 是它對光線的敏感度高了 變成一些很平常的光線 它都會覺得不舒服 有些甚麼會令到自己的敏感度光了 即是我很簡單或者很直接地想 控制那個光線進去 我的眼睛都是一個瞳孔 它長大一點就可以多一點光進去 小一點就會少一點光進去 會不會是那裡出錯 才會令到那個光線接收或者敏感度不同錯呢 Akina 你也說得對的 其實瞳孔的作用 就是當光線強的時候 它就會收縮 即是瞳孔其實只是一個孔 讓光線進去眼的孔 光線強的時候 它就會收縮 其實就會減少了進入眼的光線 其實一般情況之下 就避免怕光這個不舒服 那這個是縮小了 減少了光線進入 是的 就不是增加了敏感度 是的 你說得對 所以有很少部分的人 如果瞳孔真的有某些原因 是不懂得收細的 它就會對光線特別 應該怎麼說 特別容易受到刺激 變成一個正常的光線環境之下 可能它都會覺得不舒服 其實這些是佔很少數的 反而更加常見 引致到胃光或者化光的原因 是真的眼對光線的敏感度增加了 而不關它同時的 例如會有些什麼 眼睛有很多時候 都會有很多疾病 譬如我們經常說 有青光眼 黃斑病變 會不會是關乎到整個眼球本身的問題 還是外面 我們大家看到那一陣出問題呢 是的 其實很常見 是因為眼球的問題 還有一些眼球外面的問題 都可以引致 你說引致到胃光的原因 其實大致上我們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我們所謂的炎症 即是一些發炎的病症 第二種就是一些非炎症 所引致到的怕光 第三類就是一些 跟眼球沒有直接關係的疾病 都可以引致到怕光的情況 即是幾樣東西 令到眼睛會發光 是的 沒錯 但是呢 譬如我看到一些資料 就有一些很多不同的炎 譬如你剛才所說 紅膜炎 可能我剛才引用的那樣東西 結膜 角膜炎 那些都會有影響 是的 沒錯 其實眼裡任何一個組織發炎 都會增加了它對光的敏感度 而令到有胃光的情況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角膜炎 紅膜炎 以至到結膜炎 其實都會引致到怕光的 但是它的原理是為什麼呢 譬如角膜炎我自己也試過的 我是因為戴隱形眼鏡 戴得不太適當 不知道沈大人有沒有經驗 戴眼鏡的時候 你可能脫的時候 手指甲刮到 刮到那一刻 我就不知道算不算是怕光 但是你的眼睛很敏感 即是你一眨眼的時候 你總會有些刮一下 所以令到眼睛 就算你是見光也好 或者看東西也好 你都會有些很不聚財的感覺 那是怎麼會導致胃光的呢 按照這樣對敏感度沒有理由有改變的 其實有的 有任何東西刺激到的角膜 都會令到你對光的敏感度增加了 譬如你剛才所說的情況 譬如刮損了那些 其實那就是一個非炎症性的胃光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有眼睛沒有發現 而仍然都會畏光呢 譬如你剛才說到角膜損了 一些外皮的受傷 另外舉例 如果有外來蜜飛入眼 有疑蜜在眼裡 有沙入眼 有塞皮沙入眼 你都會覺得特別 一有光線的時候 就很不舒服 另外眼光 也是一個很常見 引致到衛光的原因 嗯 眼光會不會是 很多人都說戴眼鏡 我戴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都… 透露了少年來的秘密 戴了二十多年 都開始戴了很長時間 有時候工作 例如十幾個小時的時候 你真的會慢慢 眼睛很容易乾 那隻肝 你又是會有風吹 或者你見到光的時候 又是不斷斬 那個也算是衛光 是啊 沒錯 你提到風吹這個很重要 其實在很多情況之下 我們是因為增加了角膜的敏感度 所以在怕光的同時 如果有風吹過來 一樣是會覺得不舒服的 因為它對風的敏感度 氣流的敏感度 同時都會增加了 所以譬如看到光 大風的時候 可能它就會戴上眼 或者甚至不停地流眼淚 就覺得很不舒服的感覺 就跟眼睛的視覺能力是沒有關係的 可以有關係 但是也可以沒有 通常一般輕微的情況 未必會影響到視力 但是那個衛光的原因 是因為 譬如假設角膜很乾 又或者損了 當然有機會可以影響到視力 我想想 因為我昨晚在看資料的時候 我很直覺地 或者直接地把眼睛接收到多少光源 來令到這個症狀出現去思考 然後想想 眼裡的問題 很多時候 譬如有些白內障 或者看東西 你會有些阻礙 甚至乎你周邊 可能青光眼的周邊 你也看不到 照計來說 你呢 譬如以白內障才算 你有一塊膜 遮住了眼睛 那他接收的光線 又會少了 那會不會是他們 又和畏光之間的關係 沒有那麼大呢 還是他們幫手 screen走 我們要隔濾那些光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功能呢 白內障 很肯定是會過濾光的 換句話說 眼睛的光線會少了 視乎不同類型的白內障 有些白內障 可以令到患者 在有光線的環境之下 看東西會萌多了 但是這個 就不代表是胃光 有光令到你萌了 就不是一種我們所謂的胃光 那個只是萌了 而胃光是真的令到他覺得不舒服 就不是純粹萌了 如果是胃光的情況之下 例如燈一張過來 它會說很不舒服 眼睛會流眼水 會猛的捏起來 那就是胃光 但是有光纏過來 而看東西萌了 那個嚴格的來說 其實就不是胃光 這個敏感度 是不是跟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大不大 都可以大的 有些人可以對光線很敏感 有些人就沒有什麼反應 譬如我們去看眼科醫生 你有機會是看著眼睛 然後他叫你照看你的視網膜 那你就要有光源 對 有些人也挺難接受 對 你說只是做眼科檢查的過程 都可以有些人 真的整個眼睛都捏起來 覺得很辛苦 但同時有些人 就說眼珠的顏色都可能會有影響 譬如我們是黑色眼珠 那它可能隔光就會隔得好些 但有些人是藍色或淺色的眼珠 那個光度就會容易濕 我不知道這個正不正確 是不是真的 其實即使是淺色的眼珠 那個眼簾的組織 換句話說是瞳孔側邊的組織 隔光線的能力都相當強的 通常就不會因為它是藍眼睛或者綠眼睛 而胃光的 我當時在德國的時候 那個綠眼睛的家人 就經常都說 我看東西看得清楚一點 因為我是比較深色的眼珠 實色的 但這個就沒有根據的 反而如果你說到這件事 有一樣我們叫做白化症 其實就是一個天生遺傳的病 在那個情況之下 那些色素是不能夠形成的 在那些人來說 通常會發現皮膚很白 頭髮很白 而眼珠也會是沒有了顏色的 在那個情況 因為它真的沒有了色素 所以變了進去眼的光線就會多了 那些情況就是可以有些畏光的情況 但是話說回來 如果你說到藍眼睛或者綠眼睛的人士 其實它不是沒有了色素的 只不過它表層的色素不同 所以你看到它眼睛的顏色不同 所以這個史傳可能就是把白化症 和一些藍眼珠和綠眼珠 就可能混在一起 就以為是真的會有個事 其實不是真的 是的 不過剛才教授主要提到 會引致胃光的疾病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就是炎症 炎症是各式的眼睛 炎症都可以的 是的 其實你眼中 任何的組織發炎的話 都會令到有胃光的感覺 不過當然炎症來說 其實我們可以大致上分為兩大類 可以一些是感染性的炎症 以及一些非感染性的炎症 後者通常是一些自身免疫系統的問題 感染性會不會是我們以前小時候 經常說 游泳 如果你有紅眼症的話 你就不要去游 是不是這一類比較多 是的 沒錯 感染性就是換句話說 有些外來的微生物 所引致到的發炎 這些微生物可以是細菌 可以是過濾性病毒 可以是真菌 甚至是亞米巴原蟲 都可以引致到一些發炎 但是它胃光的原因 除了是因為它組織上的變化之外 會不會是因為一些功能上的原因 譬如它不會給多些光線進去 令它會復原有些影響 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關係 其實它胃光主要是刺激到角膜 令它對光線很敏感 當然 譬如假設眼睛 譬如我舉例 如果是損了那些情況 反而你閉上眼睛 是會有助 它會快一點 容易一些復原 所以一定程度上 這個胃光的感覺 都是幫助你保護眼睛 以及加速它復原 所以通常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有沙入眼 其實我近年都試過紅眼睛 有很多分泌物 其實分泌到你根本都會閉不大 都會張住眼睛 其實你真的要先閉上眼睛 令眼睛更舒服 是的 那些分泌物 譬如舉例 有些感染很多時候 引致到分泌物 但其實更多的是淚水 淚水一定程度上 其實也是用來保護你的眼睛 譬如舉例 你飛了一顆沙入眼 它會刺激到你很怕光 以及大量的淚水衝出來 那些淚水其實是有助幫你沖走沙粒 或者沖走一些異物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自然正常的反應 去幫助保護你的眼睛 教授 畏光 或者怕光 它對於整個眼科的診斷上 是否重要呢 扮演什麼角色呢 會不會有人純粹說 我好像很怕光 教授來到 還是其實都不會有這種人在 其實當然有不少的人 是有怕光這個病徵的 其實我想對重要性就是 我們一定要找到 歸根究底有沒有什麼病理的原因 譬如舉例 一些炎症 其實是很嚴重 亦都可以有一些很緊急的眼睛的毛病 如果有那些情況 當然我們要盡快去治療 但會不會以怕光作為第一線的擔憂呢 亦都可以 因為視乎不同的病因 譬如舉例炎症 通常不只是怕光的 眼睛可能會紅 會蒙 當然有機會可能會很痛 所以有時候就未必只是怕光 但如果你怕光 最後加上其他不舒服的地方 其實一定要盡快第一時間去看醫生 對 所以聽起來怕光 通常都不會單一出現 一定會伴隨其他東西出現 通常都會有些東西 那些什麼東西呢 就視乎病因 嗯 怕光其實這件事 我都在想 很主觀的一種想法 譬如這裡的光線 很多人都受不住 有一些錄影廠 那些說 你可不可以那麼眨眼 但有什麼實際需要 慢慢就習慣了 對 慢慢就習慣了 那有沒有一些客觀上質 譬如怕光 有沒有一些道數 你會量度到的 通常我們沒有一個客觀的數字 但怕光 怕到什麼地步 開始令我們擔心呢 就是當它影響到它日常正常的生活或者工作 這樣的話就可能要值得去進一步的調查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只是怕光 我們又沒有那麼擔心 如果怕光再加上有其他的病徵 譬如看東西蒙了 眼睛紅 甚至眼睛痛 有其他的病徵同時存在 那就第一時間要找醫生 你剛才說到在錄影廠裡面的光線 其實我想在這個環境除了有光線之外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令到特別怕光 其實是因為這裡是乾的 噢 也不是有因素的 空氣調節 當你空氣調節的時候 屈濕度比較低的時候 其實對眼對光線又會比較敏感些 嗯 我也在想 譬如怕光 剛才譚教授也說 是把其他眼睛的疾病 會不會再嚴重一些 可能在其他的頭部 或者其他身體上的毛病 牽引到反射到會怕光的呢 其實可以的 除了眼睛的疾病之外 有些譬如說 腦的毛病 以至到有些是痛症 都可以引致到怕光的 痛症也會 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痛症當中 譬如舉例 偏頭痛 又或者三叉神經痛 那些都可以引致到怕光的 另外在腦裡面 譬如舉例 腦膜炎 很多時候就會有怕光的感覺 另外譬如說 在腦裡面的蜘蛛膜 下腔的出血 也都會引致到患者 有怕光的情況 所以怕光 尤其是它比較嚴重 或者持續的話 大家千萬不要忽視 好了 大家有沒有相關的問題呢 可以致電我們在健康熱線 1872311 1872311 今天的主題是炮廣 繼續精靈一點的時間 今天的主題是說怕光的 請來的嘉賓 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總監 亦都是亞太眼科學會的秘書長 譚志勇教授 譚教授 你好 大家好 剛才提到怕光有很多不同因素 會造成 我就問教授 到底會不會有人 只說怕光來提醫生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怕光怕得嚴重的時候 其實可以很辛苦 甚至影響到他日常的生活 工作 不過其實怕光的病徵 很多時候同時也會有些其他的病徵 是一起出現的 就很視乎 它的歸根究底是甚麼原因 甚麼病因引致到這個病徵 即是不會單單怕光獨立存在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最嚴重的那位 即是你說真的有人說 我怕光跑得很厲害了 你找來 它的嚴重程度是怎樣的 如果真是說很嚴重的那些 有時候可能有省眉光線的情況 例如說出到室外的時候 可能眼睛閉著 眼睛閉著 抹不大 以至到流眼水 變成整個室外的環境 簡直覺得很難正常地運作 正常地工作 在那些情況之下 其實都相當之令到它很不方便 那怕光的問題 這個病徵 去診斷它到底是甚麼事 要透過甚麼方式 通常如果去到眼科醫生 第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用一個顯微鏡 我們那個叫做裂隙燈 其實就是有一個光源的顯微鏡 幫它做一個檢查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 確保它不是說 有某一些炎症 或者正說我們提過 那些非炎症 而引致到怕光的那些疾病 當然如果這些全部看完都沒有的話 我們都要特別留意 剛才我們說的 未必跟眼睛直接有關的疾病 而是可以引致到怕光的病徵 即是都要照一照它 一定要照一照 對 照那個過程 有時可能都會有少少辛苦 是 我們去做眼科檢查 都試過硬要抹大眼來照 是的 它還要已經是怕光 是的 還要照一照 那是否通常都照完之後 都可以診斷到 或者是確診到 它是不是真的有畏光的狀況 是的 其實絕大部分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原因 接著對症下藥 那就可以減少它這個辛苦 嗯 下藥會是怎樣呢 譬如眼睛那些 就是最直接的 是不是都是滴眼藥水可以搞定的呢 那這個真的是完全視乎那個病因 譬如我們剛才提過 有些炎症可以引致到怕光 那炎症當中又可以分為感染性 或者是非感染性 如果感染性那些 通常我們就要 譬如舉例 如果是因為細菌引致的 那可能用到一些抗生素的眼藥水 那如果你說非感染性那些 譬如說如果是它自身免疫系統 引致到的問題 有時我們可能要用到一些抗炎的藥物 譬如舉例好像類固醇之類的藥物 那如果你說其他的原因 譬如舉例飛了一顆沙入眼 那當然第一件事一定要將一些外來物清除 如果它是因為眼乾所引致的話 有時可能我們會建議它用一些 人工淚水之類的方法 人工淚水呢 因為我猜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去買一些眼藥水去舒緩 即使眼睛不舒服 滴幾滴就好像輕鬆了 人工淚水 我自己的感覺 我也是喜歡一些比較用完積氣的 因為通常你買一支眼藥水 我不知道你有否這樣的經驗 那支眼藥水呢 通常你每次都是滴一滴 你不是經常滴 這樣用就會用很久 用成煉 你都不捨得丟 你又不知道它有沒有壞 所以那個選擇應該是怎樣呢 好吧 首先我一定要強調用一年 就一定是不正確的 是可以的 所以我現在的習慣都標示 我幾年幾月幾日開那支眼藥水 絕對正確 通常人工淚水 我們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你剛才說得很對的 有些就是細細枝 撕開了 用完就積氣 通常那些我們建議 如果真的需要保留 保留到十二小時都可以的 另一類呢 就是真的一瓶過的了 那一瓶其實可以滴很多滴 但是那個瓶 一旦它開了之後 其實我們建議大家都 不要保留超過一個月的 一個月而已 一個月而已 所以通常你剛才說的方法 也是可行的 就是通常我們叫大家開的時候 在上高找一支原子筆 寫下的日子 如果超過一個月 即使未用完 不要怕浪費 都一定要扔的了 寫著它可不可以牙耐一些 都不行的 通常我們都建議一個月 其實這兩種人工淚水 有什麼分別呢 前者 就是說細細枝撕那些 其實裏面就沒有防腐劑的 後者 你說可以放得久一點點 其實裏面有防腐劑 其實防腐劑 一個很重要的功用 就是抑制一些細菌的生長 但是即使它有這些防腐劑的話 我們都不建議你開了之後 擺多一個月 因為始終時間久了 它受到感染 受到有髒的機會就會大了 我的態度真的不太正確 雖然我現在很乖 但是我看到它的有效日期 沒有久的 可能是明年才到期 放在那裡先 明年是未開的時候 對 沒錯 有效日期是指你未開 如果你未開的話 你就可以放到有效日期之前 你打開利用也可以 打開之後 你就不會跟著有效日期 你就跟你打開日子計 一個月 其實很多藥物和食物都是這樣的 是啊 不要自己騙自己 我們因為有很多聽眾 我們先聽聽聽眾的電話 老闆譚教授 第一大兒童 好 我們首先有林女士 林女士你好 你好 林女士你好 你好 教授你好 我在去年的10月開始 眼睛經常爆 左眼睛經常爆兩次 右眼睛經常爆六次 其實在這幾個月就爆得很厲害 每次眼睛爆完之後 都會出現很怕光的情況 譬如在家裡 譬如我看電視 平時看開的 但我都要調到很暗 而且我要在家裡戴霧 我穿了燈 那外出當然一定都要遮光 或者眼睛都流淚水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一來就是這麼怕光 二來就是會爆的情況 是這麼頻密 我以前就沒有的 以前可能是三幾年才會爆一次 那就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個月 就會爆得這麼頻密 什麼叫眼睛爆 是否爆眉絲血管 林女士 我想你的意思是爆眉絲血管 是爆眉絲血管 眼睛會紅了 因為因為眼睛乾 又或者因為眼睛敏感 而有時大家去擦它 就會增加了爆眉絲血管的機會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血壓高 尤其是控制得不好的話 都會增加了爆眉絲血管的機會 我們剛才提到 爆眉絲血管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肝 肝其實本身都會令到你怕光 所以可以其實兩者 是同一個原因所引致都可以 除了這樣之外 當你一爆眉絲血管之後 有時如果真的積血比較多 它會令到結膜表層沒有那麼平滑 有時也可以因此 而令到淚水的分佈沒有那麼平均 因此而令到你更加覺得乾、硬和怕光 亦都可以有這個原因 OK 那你有沒有高血壓的問題 沒有 其實我之前也有看過眼科醫生 我也檢查過血壓 我也是正常的 那你有眼乾的問題 是嗎? sorry 眼乾的問題有那麼好嗎? 眼乾是有一點點乾 但我現在也有滴著淚水 人工淚水也有滴著 是的 如果不是太嚴重的眼乾 人工淚水可能是一個最簡單 最安全的方法 嗯哼 是 會不會是睡了覺去擦它呢? 也有機會 有時候眼痕不覺的時候 就可以擦它 所以看醫生幫你一個正確的診斷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因為眼敏感 譬如引致到癢 引致到觸眼 其實也有些敏感的藥物可以用 可以幫得到 OK 好 明白 謝謝你的電話 謝謝林女士 然後有陳女士 陳女士你好 是的 兩位主持好 醫生好 陳女士你好 我的眼睛很怕乾的 在家裡或出去吃東西都一定要暗的地方 我的右眼在2000年做過白內障 做過四次手術 就是三次青光眼的 去年做過一次挑針的青光眼 左眼就是2014年做青光眼的手術 接著去年9月做青光眼的眉瘡 聽說的激光 白內障的眉瘡 那就做得很好了 正確的 但我的右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1月開始 就是看一些 好像手指甲這麼大的字以下的 就是疊影 還有看不到細緻 就不斷流眼水 還有右眼就發覺有些凸了出來 就看過糖尿醫生 和甲狀腺醫生 都不是因為這兩個問題 而眼睛是有點凸 我想請教譚教授 為什麼我的眼睛會這麼怕光 以及現在出現了 看一些字疊影 以及看一些細緻 看不到 首先謝謝陳女士打電話來 分開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怕光 其實在青光眼患者當中 怕光是一個很常見的病徵 有更多的原因 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多青光眼患者 其實都有眼乾的情況 為什麼青光眼患者會眼乾呢 首先 其實青光眼患者最常的治療 就會用到藥物 其實絕大部分青光眼的藥物 滴的眼水 都會令到你自己製造淚水少了 所以很多時候 青光眼藥水滴得久 滴得多的時候 都會有怕光的情況 另外如果青光眼做到一些手術 其實往往的手術做完之後 都會令到結膜的表層 可能沒有那麼平滑 變成那個淚水的分布 又是會變差了 那些情況 亦都可以引致到 將來一些怕光的情況出現 所以青光眼 其實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另外說到蝶影那個 其實蝶影也可以有很多原因 引致蝶影 這個反而我真的建議你 要找醫生幫你檢查清楚 一定要找出他本身的原因 對症下藥 今天我們未必可以在幾分鐘內 討論得到 嗯 還有不好意思 還有醫生發覺我就是 眼底血管閉塞 是 會不會導致到一些其他的症狀 眼底血管有沒有告訴你 究竟是動脈閉塞 還是靜脈閉塞 沒有說到 眼底血管閉塞的情況 其實等於一個小型的中風 這個情況都常見 很多時候會在有高血壓的人士出現 其實發生過閉塞之後 醫生都一定要長時間幫你做著檢查 確保他不會有病發症的出現 譬如舉例 有些病發症可以引致到新生血管的形成 那些都可以造成將來很多其他眼的問題 所以變成這個問題 你又一定不可以掉以輕心 一定要長期找醫生幫你跟進著 好嗎 沒有 謝謝你 謝謝陳女士 因為陳女士剛才提到 其中一隻眼做完手術之後 狀況良好 另一隻眼可能會比較怕光 會不會是一隻眼有問題 一隻眼而比較怕光 很多時候一怕光 兩隻眼一齊有感覺 因為大家一起用 是的 而且如果它真的類如全蛹的時候 又是會兩隻眼一齊的 即使那個問題的本身可能是一隻眼 但它突然間怕光 它要捏上眼 甚至到出淚水的時候 往往是兩隻眼一齊的 教授剛才你提到眼中風的問題 也有問到是動脈還是靜脈的問題 是的 兩隻都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也有分別的 當然引致到的原因 以致到治療的方法都會不同的 這個就是另一個課題 有機會再請教授跟我們分享 接著還有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你好 陳小姐 你們好 我的情況就是 我以前是戴痱的 那時候眼科醫生都說我對眼比較敏感 很容易出紅筋 生粒粒 還有有風吹到就會流眼水 我大概十多年前已經做了勒食 但是被風吹到會流眼水的情況 其實都還會有 還有零尺尺有其中一隻眼 眼頭位置有時候都無緣無故 突然好像很多眼水 但是另一方面 最近因為我搬到他的房間 就看到海 變成有時候 一好天 那個陽光很猛的時候 我一看出去 其實都很殘眼 我也有時候 因為我都擔心 不知道會不會不太好 我就變成 我在家裡 都要戴太陽眼鏡 所以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會不會 都是一個問題 首先多謝陳女士 打電話來 你剛才說到戴隱形眼鏡 其實戴隱形眼鏡的人士 有不少都會有怕光這個感覺 其實歸根究底 又可以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隱形眼鏡本身 因為始終是一個外來物 在眼上 其實是可以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刺激 隱形眼鏡本身 都可以引致到一定程度上的怕光的感覺 而另一方面 戴隱形眼鏡 亦都如果加上它本身的眼影 又是偏向比較乾 雷水比較少 那個刺激就會更加大 所以戴隱形眼鏡的人士 其實有少少怕光的感覺 是不出奇的 我想其中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可以減輕這個病徵的 其實是用一些人工雷水 你剛才說到第二個 就是海面上的反光 其實水面反射太陽光 可以是相當之強烈的 如果你真的在那些情況 覺得有不舒服的話 除了我們剛才說 用一些人工雷水之外 例如在室內戴太陽眼鏡 可能好像未必很方便 但你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加上一些窗簾等等 避免了一些很強烈的光線 直接照到眼睛 教授,這個怕光的感覺 有不可以鍛鍊嗎? 適不適宜 有人真的跟我這樣說 對於太陽 有時拍攝的需要 你真的不可以瞎起眼睛 無論如何都要燈大眼 練回來也可以嗎? 我就不會這樣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有怕光這個病症 或者這個感覺 第一件事 我想一定要找醫生檢查一下 最重要是確保 不是有其他的疾病 是眼的疾病 還是我們剛才提及過 腦部 甚至有些痛症等等 其他的疾病所引致 如果有病 一定要先醫治 如果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接下來我們能夠做的方法 盡量去減少不舒服 例如用到人工淚水 以至用太陽眼鏡 以至用不同的方法 去避免強光 唯有是這樣 好嗎?陳小姐 我想問 例如剛才說 海面的光 如果我還未去到不舒服之前 我這樣看著 是否其實對眼睛都不太好 一般情況之下 你說有大的傷害 也不會 其實我們說回整體 海面的反射的光線 其實只是陽光 陽光一般來說 其實我們比較不想的 就是裡面有些比較強烈的紫外線 其實我可以很簡單地說一說 譬如說 我不要計算海面的反光了 譬如說 我當夏天 太陽很強烈 很猛的日子 出去大家 究竟有沒有什麼可以保護眼睛呢? 其實太陽眼鏡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太陽眼鏡其實我覺得最大的作用 不是它暗了 咳了一些光線 而是它擋了紫外光 其實一般 現在有一定水平質素的太陽眼鏡 我們在市面上買得到的 基本上都隔了紫外光 其實我們現在戴的這些眼鏡 也是絕大部分紫外光隔了 其實很多時候 你說真的影響到眼睛 譬如說雙及的黃斑 或者增加了白內障 將來形成的機會 是光線當中的紫外光所引致 所以我覺得只要隔了紫外光 就已經有一定程度上的保護 但如果一般是看到一些強光 然後我覺得都不舒服 其實都是應該避開它 是啊 沒錯 其實我們本身身體 是一個保護自己的能力 就是管能力 沒錯 就不要因為這樣 覺得為何會這麼多拍光 而再繼續看著它 對 沒錯 我不會建議大家去鍛鍊 沒錯 好了 拍光的問題 譚教授解釋得很清楚 謝謝譚志勇教授 謝謝大家 謝謝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 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 視像重溫 請繼續收聽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